小凯 汪小姐来看你了 专姐 把这个蛋糕先放到冰箱冷藏一下 好 谢谢啊 行 你们聊啊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上次是我乱发脾气 是我不对 我特意买了蛋糕 过来赔罪来了 坐 小小 过来 过来 小小 小小 姐姐来了呀 你也在啊 坐啊 姐姐 坐吧 姐姐 别客气 来来 老公 抱抱你儿 小小 让爸爸抱啊 小小 姐姐好 小小 姐姐 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上一次笑笑生日宴我没能来 这次过来看看吧 您太客气了 您跟邹凯是好朋友 您这次能来 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的 真的 乖乖 妈妈在 我在 来 邹凯 你有这么大的妻子 真是有福气呢 您这次能来 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的 真的 乖乖 妈妈在 我在 来 走开 走开 你有这么大肚妻子 小小小 真是有福气呢 小小 既然来了 吃顿饭再走吧 来 小小 爸爸抱 好 走 请随意别客气 真是好久没有吃到 这种蜜质牛排了 真的很想念呢 味道还有之前的味道 一点都没有变啊 其实我让张姐改了一下菜谱 在沙拉里加了坚果 牛排里放了迷迭香 姐姐你没吃出来吗 是吗 那可能是记忆中的味道太美味了 不想忘掉 可是我听说 只有年龄越大的人 才会记忆衰退 味蕾也会越来越不敏感 可是姐姐你又不老 为什么味蕾会衰退呢 其实我认为 与时间认输的人 才是最悲哀的 姐姐 我觉得你心态真好 我在想 如果我到了你这个年纪 我还能像你这么不服老的话 那真的太好了 年纪大也有它的好处啊 比如说 经验会多一些 对了 你那个店铺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 一定要告诉我啊 我希望我能帮上你 高米 嗯 什么店铺 这是 你不知道啊 哎呀 我 就是那个二八八号 高米说 想去创业就拿去了 不过还好 幸好我们两个没有签合同 要不多尴尬啊 好像 我独人所好似的 这种事情 以后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 我知道了 老公 汪宇 嗯 店铺 我再给你找个新的 不着急 哎呀 我们两个不用这么客气嘛 再说了 你也不应该责怪高米 虽然 我跟商家那边合同 作废了 只要不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就好 不会啊 我老公 从来不会因为这种小事 跟我生气的 老公你去吧 你的小情人才几分钟不见你 又开始想你了 我先试陪一下 我和张姐还研究了不少新菜 欢迎你随时来尝 我觉得这口味太重了 不适合我 但是我老公喜欢就够了 我先试陪一下 你的客人已经走了 你不去追吗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能担住你的是女儿不是我 董蜜 你不要以为 你拿商铺干什么 我不知道 还有 我之所以把商铺给汪语 是为什么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你的意思是赵阿姨有事儿 你来这儿替他几天 对啊 我跟赵阿姨是亲戚 我们都是做保姆的 最近她老公生病了 所以她要回去照顾 就让我来帮帮忙 那个工资问题 没关系的 多少都可以 一看你们二位啊 就面善 绝对不会让我来干的 其实啊 我特别喜欢小孩子 我以前是做月嫂的 只不过 我自己也有孩子要照顾嘛 现在就不能做住家的了 所以啊 就做保姆吧 对了 孩子醒了吗 我可以见见孩子吗 我们带你去 好 来 妈 这孩子好可爱哦 宝宝叫什么名字啊 我儿子叫依依 依依 跟阿姨认识一下吧 妈 这是新来的王阿姨 这是我妈 您好 叫我小王就可以了 宝宝 宝宝 儿子 宝宝 这是王阿姨 这是 以后妈妈上班了 阿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去吧 怎么了 你们找的保姆吗 不是 赵阿姨有事 然后让王阿姨呢 临时来提几天 穿着那样 你那牛仔裤都破的 然后身上就 流行 找到找来了 试试呗 我觉得是这样 谈吐还可以 所以呢 咱们试试 再说要这有问题 逃不过你那火眼金青啊 对吧 行 反正我 没事 试着再说呗 欢迎回归啊杨广坚 既然回来了 我就给你提两点要求 第一 上班可以迟到 但下班不能早退 第二 下班可以早退 但上班不能迟到 好 接住了吗 接住了吗 好 那那没事我先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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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好 好 你可以 你